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法国的宋依伟同修与我们分享 遭遇严重车祸 身心备受摧残的宋同修 通过心灵法门 身体迅速康复 心灵重建光明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拿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感恩 拿摩 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 卢君洪台长 今天 我心怀感恩 法喜满满 是菩萨和师父的慈悲 让我能够健康地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2019年3月20日早上7点 我像往常一样独自开车上班 但是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却让我在医院的监护室醒来 正是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让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人生的无常与菩萨的慈悲 事故发生得始终惊心动魄 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关于这次遭遇的任何记忆 根据家人的描述 我出门后不久 汽车就在一段林荫路上打滑失控 直接飞出公路冲入路旁的树林 犹如树林低于公路 所以汽车坠入树林后 便被一棵大树紧紧地卡住 并且严重变形 法国乡下早晨的路上空无一人 但在事发时 却正好有一位路人经过 及时联系了救护车和警察 当地救护人员赶到后 发现事故严重 并且由于汽车被强烈挤压 造成救护工作相当复杂 更令人担心的是 救护人员当时只能目测到我的上半身 下肢却完全被挤压在座物里面 根本无法了解下半身的受伤程度 连当地新闻媒体都赫然在报上刊登 事故造成伤者下肢严重受损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 救护人员迫不得已 已决定将汽车从车顶割开 用吊车把我从变形的车里取出 在这紧张的一个多小时里 所有人都做了最坏的打算 直接联系了李扬式的直救直升飞机 直到救护人员把我从车里拉出 并做了快速的全身检查后 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我只有左侧上半身受伤 其余部分毫发无损 连救护人员也惊呼 太神奇了 太幸运了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事故发生时 我正好二十九岁 师父说过 人逢十岁末尾三六九 及人命根中的境界 要特别当心 除此之外 我今年还犯太岁 所以我从生日前就烧送小房子 放生 许愿护持观音堂 每天念诵消灾吉祥神咒 祈求菩萨慈悲加持 我顺利度过二十九岁的关节 通过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把大节化小 让我从一场可以致命的车祸中 逢生且四肢健全 学佛念经 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有心无险的事故后 是在医院漫长的疗养和等待 经医院诊断 车祸导致我的左侧五根肋骨折断 左侧锁骨断裂 左肺部组织破裂导致气胸 每天躺在病床上 因左半身插满管子而无法动弹 引肉体的折磨导致食欲不振 只能靠饮水度日 更有甚时 连马飞也无法减轻痛病 致使我的精神状态时常进屋崩溃 为了能够让自己尽快走出绝望 我在头脑清醒时就狂念大悲咒 念累了就听师父的开示 就这样 一份经文和床头的一个小播放器 就像我夜路的拐杖和指明灯 一点一点地带我走出困境 重建光明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 劫后重生并非一世 有多少人在经历了一场劫难之后 又掉入了抑郁的陷阱 慈悲的菩萨和师父 不仅仅救了我的人生 更救了我的精神和慧命 还有令我感恩至极的是 在事故刚发生之后 师兄们便立即为我祝念 放生消灾 烧送小房子 来自四面八方的正能量信息 不间断地在手机里闪亮 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 师兄们的帮助 就像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无微不至 大爱无疆 眼看着身体日渐康复 生活 却让我再一次回味无常之苦 由于长期服用止痛药区马多 又不了解这是一种鸦片类药物 导致自身开始对药物上瘾 并形成依赖 一旦减量就开始出现各种不适 心中的焦虑和借药的迫切 促使我决定义无反顾的停药 这一刻 我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地狱之苦 全身有如百万重蚁一般在被啃食 颤抖发冷 无法坐立躺卧 精神处在半迷半醒的状态飘忽不定 在戒药之前 本来和师兄们约好祝园巴黎千人分享会 但药引发作那一刻 我却不得不躺在地板上哭着和师兄留言 对不起 我去不了了 得知消息的师兄急切 且严肃地回复道 你可知这是你的业障阻碍 菩萨救了你的生命和慧命 现在你几乎已无功德护佑 只有靠你自己重新累积功德 度过难关啊 当时我满腹委屈 心想 我从未做过坏事 不明白是何种姻缘 让我遭遇如此磨难 我想起师父的话 自己的苦来了 都是自己重的恶因 果报来了 无人替代 于是我趴在家中佛台前 向菩萨忏悔 祈求菩萨慈悲加持自己 能够重新站起来 出去弘法立生 众生有求 菩萨真的听得到 祈求当下就感觉到 身体的不适开始减轻 我又马上求菩萨 让自己能够顺利参加 巴黎千人分享会的祝愿 不要受业障阻碍 就这样 在菩萨的慈悲加持下 再次通过念经许愿放生 7月6日 我带着家人顺利踏上了 北上巴黎的火车 原本需要至少一周 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而我只用了两天 感恩大死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师父说过 人生就像坐火车 很快就会到终点 生命短暂 人生很苦 所以只有经历了痛病 才能体会到 无病无痛时的 我们是多么的幸福 只有经历了饥饿 才明白每天可以 饱富的我们 是多么的幸运 只有经历了无常 才知道最好的 就是当下 今生的钱财名利 是轮回路上 行善积德的福报 而人生中的一些 悲惨遭遇 是我们轮回中 无法逃脱 重因后的恶果 所以 根据现在生活的好坏 就可以明白 曾经的我们 种下过善行还是恶行 同时 我们现在所做的 一言一行一念 也决定着我们 今后的命运 师父教我们 学佛念经 就是让我们 马上改变 当下的生活 师父教我们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是让我们 耕耘福田 未雨绸缪 为自己和家人 增福解难 我们所追求的人 世间的财富 名利 不能为我们 挡住天灾人祸 但是念经的力量 和菩萨的加持 却真的可以 人生之无常 您与我 都深有体会 如果您现在就希望 改变您的命运 希望为您和您的 家人子女 光众福田 那么在这里 此时 您就可以找到 最妙的方法 我的分享结束了 非常感恩 大家的聆听 如果在此次分享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恳请观世音菩萨原谅 恳请龙天护法 菩萨原谅 感恩 祝佛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